一星期一本书 初纹不知其意 细丝甚感悲凉 父母在不管你是30岁还是60岁 都觉得死亡太过遥远 但父母一旦离去 你一下子就明白了生命的短暂 一下子成了没有父母兜底的孤儿 正如老舍先生所言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 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瓷目变像花插在瓶子里 虽然还有色有香 却失去了根 父母给予我们生命的起点 却无法陪伴我们走向人生的终点 这是何等的治疗和悲伤 我想每一个在深夜手术室门口等待过的人 每一个在手术风险告知单上签过字的人 每一个参加过亲朋好友追到会的人 都能深刻体会这一点 三年前我奶奶去世了 我爸爸经常在午夜梦会十分惊醒 说他梦到奶奶了 他梦到奶奶在前面走得很快 他拼命地赶啊赶 想说几句话 但前面的人好像听不见一样 越来越模糊 怎么都追赶不上 等他回头一看 发现身后的路也是漆黑一片 他幌似迷失方向的小孩 找不着回家的路 落魄 彷徨 悲伤 恐惧和无助 眼前突然浮现起奶奶火化那一天 爸爸也是这么落寞而悲伤地站着 看向远方燃燃升起的烟驴 他喃喃滴雨 我没有妈妈了 妈妈生我时 剪断的是血肉的期待 这是我生命的悲壮 但妈妈生天时 简短的是我情感的期待 这是我生命的悲哀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想应该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偏离了方向的航船 没有了根的枯树吧 总感觉生命的钟摆 在心里挥啊挥 荡啊荡 下一秒便是人生的尽头 如同费玉清宣布退出娱乐圈时 在信中写的 当父母去世后 我顿时了人生的归属 没有了他们的关注和分享 绚丽的舞台 让我感到更加孤独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此生只剩归途 父母在的时候 不管你是健康还是病弱 也不管你年纪有多大 总觉得还有人帮你顶着一片天 但父母不在了 一切都只能自己撑着了 这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切领悟的痛 你有没有想过你还能陪伴在父母的身边多久呢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种算法 假如一年中只有过年七天的时间可以回家陪伴父母 一天在一起的时间顶多算上11个小时 若父母现在60岁 假设他们可以活到80岁 那么我们实际上和父母在一起 你的时间就只有1540个小时 也就是64天 这种算法并不是完全准确的 但是我们陪伴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 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早在2000多年前 孔子就告诫我们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不远游并不是不让我们出去外面的世界翱翔 也没阻止我们多出去看看 而是说出门在外 一定要让父母知道 你去了哪里 什么时候会回来 小时候我们很渴望父母的陪伴 但长大后 我们怎么就会忘了 父母其实也需要我们的陪伴呢 曾经有个老人到手机维修店 师傅检查了半天 跟老人说 手机没坏 老人一听到这话 瞬间就哭了 手机没坏 我的孩子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呀 老人接不到电话 当下的反应就是手机坏了 也不愿意相信是子女淡忘了自己 想想其实很是心酸 反观一下我们自己呢 又何尝不是那个时常不归家的孩子呢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 总以为再晚点 再晚点 父母还是会站在原地等着我们 但时光从来都不会慢下脚步等待 就像毕书敏说的 每个孩子都相信来日方长 相信有依景还向的那一天 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都忘了 忘了时间的残酷 忘了人生的短暂 忘了生命本身 有不堪一击的脆弱 我们的父母就像一棵 生长了几十年的老槐树 在光阴的摧残下 从枝繁叶茂 走向老树突枝 一场大风 随时都能将他们挂倒在地 李小龙年轻的时候 只身奔赴美国学习武术 他在美国遭受了很多种族歧视 甚至没有人愿意给他工作 后来他终于有机会成为 享誉全球的巨星之时 他的父亲却因病去世了 李小龙回到香港之后 很是自责 一遍遍在纸上写下 子欲养而亲不待 无独有偶 季献林年轻的时候 也时常漂泊在外 后来有一次得知母亲病危 他日夜兼诚赶回家 却只看到母亲留下的两句话 早知道你出去了就不再回来 我真后悔当年让你出去 这几年我日夜想着你 这种痛苦 是你无法想象的 季献林听后 趴在棺材上痛哭欲绝 直到很多年 这依然是他心头的一根刺 是他生命里最沉重的悲哀 我后悔 我真后悔 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 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 什么地位 什么幸福 什么尊荣 都比不上 待在母亲身边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事不我待 这大概是一辈子 都无法释怀的悲伤 更是一辈子 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吧 有一些事情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无法懂得 不知珍惜 可当我们懂得的时候 却已经失去了 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 如果注定父母 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 那为何不给他们 多一些的耐心和陪伴呢 善待父母 这不仅是一个人 最大的教养 更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 人生功课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论调 父母皆是祸害 帖子里 一个个咬牙切齿地 诉说着父母的种种不适 恨之入骨地 给父母扣上祸害的头衔 他们埋怨父母的不争气 帮不上自己的鸿骨之质 他们数落父母的种种缺点 自私 冷漠 蛮横 甚至是不负责任 是 必须承认 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失职的父母 但大部分的父母不可否认 都是爱自己胜过孩子 甚至是生命 我们的父母都不是圣人 总会有各种不完美 总会要犯各种小错误 多多少少 大大小小 有时苛责 有时情绪不好 有时观念古板 有时读书太少 不懂教育 但只要不是十恶不赦 只要他们曾经无私地 或者在我们身上倾注了足够的爱 尽心尽力地养育我们长大 这些错误都可以被原谅 生养之恩 总大国以耳光的仇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都应该原谅父母的小错误 原谅他们的不完美 而一个真正孝顺的人 也应该做到下面的五不泽 一是不埋怨父母的无能 总抱怨父母无能的人 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因为自己的无能 便只能责怪父母的无能 这是将自己的失败 归咎于父母的懦弱行为 人总是不完美的 父母生你养你 已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如今你能健康地成长 已经是一种莫大的恩赐 所以不要去抱怨 你应该是怎么样的父母 而要告诉他们 我接受你给我的一切 感恩你们 二是不嫌弃父母的啰嗦 多穿点外面冷 多吃点别饿着 下班了没有 我给你包了粥送过去 别总出外面的快餐 不健康 别刷手机了 早点睡吧 都跟你说了 你怎么不听啊 从早到晚 父母的这些唠唠叨叨 你是不是都听到 耳朵都生了茧呢 你总嫌弃父母太过唠叨 但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世界上 还愿意唠叨你的人 一定是最关心 最爱你的人 当有一天 父母变得唠叨了 你一定要多些耐心 因为他们变得越来越老 也越来越小 他们只是希望你 多花些时间陪伴他们 听他们讲述生活中的琐碎而已 三是不抱怨父母的抱怨 年纪大了 我想你一定听到过很多 来自于父母的抱怨 像是年纪大了 赶紧找个人嫁了吧 趁爸妈还年轻 赶紧生个大胖娃 爸妈还可以帮你带 催婚催生 来自父母诸多 此类的抱怨 总是在无形中 给我们巨大的压力 于是我们逃避 我们的抱怨 甚至因此跟父母 大动干戈 但就像我们开头说的 父母是我们 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父母催着你结婚生子 无非是因为他们比你更清晰地看到你的未来 他们害怕自己离开之后 只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所以别去抱怨父母的抱怨 多跟父母沟通 才是解难良方 正所谓爱之深则之切 你过得不好 父母比谁都心疼 四是不抱怨父母的迟缓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 让人很是心痛 儿子在城市买了一套房 便把自己的妈妈接了过去 妈妈住过去之后 非但没有享福 反而成了保姆 懒了全部的家务活 最可恨的是 儿子跟媳妇不但不感激 还怪罪妈妈动作太慢 每天下班回来 没能吃得上饭 人性最可怕的恶 便是不懂感恩 人不孝其亲 不如草鱼木 五是不抱怨父母生病 生老病死 注定是人无法躲避的自然规律 当有一天父母病了 是问下自己能做到多少呢 真的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吗 当然不是 大连有一位孝子 名叫王熙海 他用26年的时间 无微不至地照顾植物人父亲 为了父亲一生不娶 镇江俱荣乡村 有一位女教师王友真 在临近退休之际 不幸遭遇车祸 高位截肢 王家三姐弟 接力照顾母亲22年 连邻居都常常赞叹 这么多年了 王家始终窗明激进 欢声笑语 没有一点 瘫痪病人家里 常有的怪异和阴郁 这些生活中真实的例子 无不告诉我们 久病床前是有孝子的 回想一下小时候 我们哪一次生病 哪一次受伤流血 父母不是担惊受怕 整夜整夜不能寐呀 俗话说 百善孝为先 愿你铭记 只要父母在世一天 子女都有义务和责任 好好照料 这是今晚能和大家 共同分享到的文章 读完以后 你有怎样的感想 欢迎你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好看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是林静 祝你每晚好梦 晚安 我曾经很想知道 同样的话要说 多少次才好 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头 长大了才知道 是不是需要 很小主动拥抱 就算为了自豪 腼腆的笑 要强而又低调 穿的布料 我曾送的外套 过时也不丢掉 还是一样 太多雷索应当 让人觉得平常 不算太小的方 冻暖夏凉的那肩 放着我的床 歌颂这种平凡 一两句唱不吻 恩正路上 听起来不自然 回头去看 这是说了些些 反而才亏欠的情感 爸爸妈妈给我的 不少不多 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 足够我生活 年少的情况 不能用来挥霍 也曾像朋友一样 和我诉说 爸爸妈妈妈总说 经历的坎坷 是度过青春的快乐 这时候这个季节 又想起了 这首歌 还是一样 太多雷索应当 让人觉得平常 不算太小的方 冻暖夏凉的那肩 放着我的床 歌颂这种平凡 一两句唱不吻 安正路上 听起来不自然 回头去看 这是说了些些反而 才亏欠的情感 爸爸妈妈给我的 不少不多 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 足够我生活 年少的情况 不能用来挥霍 也曾像朋友一样 和我诉说 爸爸妈妈总说 经历的坎坷 是度过青春的快乐 这时候这个季节 又想起了 这首歌 爸爸妈妈给我的 不少不多 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 足够我生活 年少的情况 不能用来挥霍 也曾像朋友一样 和我诉说 爸爸妈妈总说 经历的坎坷 是度过青春的快乐 这时候这个季节 又想起了 这首歌 还是要不少 bo青春的快乐 或者推荐 我的歌 我接下来挥霍 看你 你 我接下来挥霍 zo 但 你 刚才